哈囉 大家好 我是傑克 今天玩點minecraft 今天要玩點原始生存 第六集 我們今天這一集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來先解幾個成就 對 我們之前有幾個成就都已經可以解了 像是 然後我們的 農耕時間的支線 蛋糕是個謊言 還有烤魚 在熱門焦點的下一個 烤魚 優質魚肉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先做個蛋糕 蛋糕 蛋糕需要蛋 糖 牛奶 還有小麥 我們的牛奶好像只有一瓶 對 只有一瓶 然後 糖的話 兩個 把甘蔗弄成糖 兩個糖 雞蛋只要一顆 還有牛奶的話 我們需要還要再一個鐵桶 然後 做成一個水桶 鐵桶 然後把這個水倒掉 先倒 有蜘蛛的聲音 好多怪物的聲音 好像在樓下 之後再處理他們 鐵桶有三個 然後小麥需要三個 三個小麥 還有 沒了 接下來就是 剪刀 有沒有在身上 有 在這裡 好 我們去剪一隻蘑菇牛 把它的 蘑菇 剪下來 就會變得牛牛了 啊 總覺得小麥要多大一點 沒關係 我們那邊有農田 去那邊採就好了 好吃 還是它可以直接擠出牛奶 因為我記得 只能 可以 那不用 那不用用了 那蘑菇牛 比較好用 蘑菇牛比較好用 這邊有工作台嗎 我記得 挖木頭這邊有 然後這邊 暫時的 停止運作 因為我木頭也挖了很多 然後 較多的都是山木原木 我們做 先做我們的蛋糕 三個牛奶放上面 中間一個雞蛋 旁邊 各有 一個糖 下面放一排的小麥 運出我們的蛋糕 蛋糕只是個謊言 哇 它還我水桶耶 真棒 蛋糕 蛋糕 這個蛋糕就不要吃好了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個成就解到的 放在我們的家裡 某個地方吧 我們要把這個蛋糕 都放在哪裡 我把這個蛋糕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好了 有正中央點嗎 沒有 是兩個 這 放這裡 耶 蛋糕 不要 不能偷吃 偷吃就完了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優質魚肉 優質魚肉 所以我們就要做出釣竿 釣竿需要兩條線跟三個木棒 還是三條線兩個木棒 試試看就知道了 木棒咧 我的木棒咧 好 這裡 真是眼拖 再一個線 好 是 兩個線嗎 是 好 我們做出我們的釣竿了 我們釣竿 我們要先釣到我們第一條生魚 直接拋竿 等於上鉤 要上鉤了 會拉 河豚 好 下一條 又有了 嘿 喔 附魔釣竿 這是什麼 經驗修補 好棒 太棒了 這樣的話 我放在副手 它之後就可以吸經驗 怎麼那麼快啊 一下子就拿到經驗修補的釣竿了 運氣真好 又有了 嘿 喔 有了 烤鮭魚 烤鮭魚算嗎 先拿去考試試看 等一下怪物真的好多喔 聽到骷髏的聲音 僵尸的聲音 好 再來釣幾個 有了 嘿 皮革 好 繼續 釣再看有沒有生魚 這是什麼 喔 又是生鮭魚 哇 生魚 回家然後睡覺 因為晚上了 睡覺睡覺 起床了 早安 我們的生鮭魚應該烤好了 有 優質魚肉 所以生鮭魚或烤魚都可以 把它吃掉 呃 現在肚子餓 不餓 那 這個釣竿 等一下 放一副手 這個 喔 快修好了 真棒 那這個釣竿 先放在這裡 之後 可能做個釣魚機 來刷個 東西 好了 那這個河豚 它不是食物 它絕對不是食物 它不能吃 好 先這樣子 我們今天的計畫 是打算把 羊羊還有 上次抓到的蘑菇牛 分類 所以我們先帶一點 東西 然後還有我們的小雞 我之後可能就把它做成 自動烤雞的雞 對 我們的 山木 來種一下 好 插完了 之後就等它們長大 好 我們先去 到這裡 因為我一直在想啊 這個沙子我會不會先慘掉 不然 感覺看了有點不太舒服 就是白白的然後感覺會地基掏空一樣 像家裡那邊 家裡那邊我可能之後就真的 全部 花時間然後把它全部用成 草地的外表 我們的小麥 好 現在身上沒有小麥 挖一點 好的 很多都掉在地板上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這邊也沒有箱子 好吧 做個工作台 然後做個箱子放著 接下來是南瓜 對 我們的南瓜 還沒用 吸取種子 放箱子 種子太多了我不要 把小麥吸起來就好 把小麥吸起來就好 我之後這邊也會找時間把它 再修理一下 因為這樣子其實 要收成的時候很麻煩 所以我之後 假如有紅石機關 我會把它改建成 像階梯式的那樣 就是會一直往下流往下流 就是可以一次全部收完 好的 我們 接下來要看怎麼分類 哇 不要天龍那麼近 我好怕 先把我們的生鮭魚吃掉 先框出一個 範圍 先全部進來好了 先全部進來好了 那邊還有一隻 加油 過來一點 然後再一次全部擠進去 很好 關注你們 都進來了吧 好的 都關進來了 我們先 我來想一下喔 該怎麼把羊跟牛分開呢 只好 處決掉幾隻了 首先是小雞 我來看怎麼吸引後的叫好 因為我希望把牛都擠在同一邊 然後羊再分到另一邊去 好像有點難 根本說不可能 很好 現在是這個機會 然後有什麼可以墊的東西 放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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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可能的任務 我把它分開了 接下來就是 把它範圍 擴大一點 然後再把它們切開 斧頭 沒有斧頭 然後 然後 我想一下 2 4 6 8 10 11 第五個的地方切開 這一個切開 所以 先把你們拉過來 很乖 很乖很乖 對對對 很 好 這一個 接下來是我們的柵欄 好 然後 把這一個用成 柱子 這一個也是 是 好像要再高一個 嘿 我跳 我 算了 接下來上面也一樣 圍 成 柵欄 這一個橋調 柵欄 柵欄 有 我們還有柵欄 好的 我們的 大約支架 長這樣子 4乘 4乘5 5 5再加2 7乘6 的一個空間 我現在幫他們交配一下 生出更多的羊跟牛 然後這隻 孤單一個 屋頂先不用蓋好了 然後我來 給你們看一下我如何拿到雞肉的 而且很多 而且那個爽感真的是十足 有 你們看喔 先看好 我們先把 這邊的雞蛋全部撿起來 然後全部丟一丟 你看根本是丟不完的雞蛋 應該沒了 還有 好多 還有嗎 沒了沒撿到了 再一顆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屠宰時間 我們屠宰時候就是拿出我們的刀子 然後 一群一群的 砍下去 有看到 一枕頭的轟轟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砍 砍 砍 然後砍到一定量的時候再停手 大概差不多這個量 然後再停手 之後再累積 繼續累積小雞 然後 再這樣子殺 現在就是剩下這些 變蠻少的 我們有拿到45個雞肉 之後就可以 拿這些雞肉來 來烤 我看到蜘蛛嗎 還是 沒有 喔對是蜘蛛 我的跳款還是 不是很厲害 好啦 晚上了我們先去睡覺 今天這一集差不多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可以在右下角點喜歡 或在左下角點訂閱 我是傑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先去打開 來看 再努力 還是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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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